有关于南投的路股消息了 到山林西亚大家都会想要买茶 那现在呢也是秋季乌龙茶的采收季节 不过这个礼拜啊连续下了三次的冰雹 把这茶叶是打得乱七八糟 造成这山林西亚有150多公顷的茶区 损失上万元 就连茶农的屋顶浪板都被砸坏了 乒乓球大小的冰雹 滴滴答答不断落下 这里是山林西乌龙茶的产区 光是一星期就连下三次冰雹 茶农较苦连天 冰雹不规则的形状把翠绿的茶叶甚至筋部都切断 茶叶被打得坑坑洞洞 不止茶叶受损就连茶农的屋顶浪板也被打破 这都含有 山林西公有150多公顷的茶区 尤其现在正式秋季乌龙茶的采收季节 估计茶叶损失高达1亿元以上 茶农现在只能祈求老天爷帮帮忙 别让花了一年多辛苦栽种的茶叶付诸流水